BBE喊入式厨房电器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ob 讲到冰箱真的有很多选择 很难选择 又有双门 又有三门 又有多门 我真的不知道怎样选择 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很苦 所以这次影片想跟大家前出浮析一下 市面上到底有哪一类的冰箱 就多个资讯给大家 大家容易点选择 市面上七大的冰箱种类 第一种 单门冰箱 外表上就只有一个门 冰箱一般都比较小 容量相对比较少 这个单门冰箱有40-100公升可供选择 通常适合较小的单位 另外提提你 单门冰箱需要定期用冰箱 第二种 双门冰箱 外表上就如你所见 有两道门 这种冰箱几十年以来 都有一种是最受欢迎和主流的设计之一 它更加配备了急冻柜 并提供了冰箱的基本所需功能和层架空间 价钱便宜又有急冻位置 性价比最高 它的急冻柜更加有上下冰箱之分 如果冰箱在下面开的话 就会减低要经常动动腰骨引起的问题 另外 它都可以改动门教 方便了不同的摆位 所以就成为了最主流的趋势 最多人选择的冰箱 第三种 就是三门冰箱 外表上有三道门 对比单箱门 多了格数 这个可以做到保湿梭果室功能 可以分开保鲜食物 更加可以调改温度 例如一条香蕉在正常的情况下 放入这个保湿梭果室的话 保鲜情况就更加可以由两天 加至四天都不会变坏 第四种就是多门式的冰箱 外表上来说就多过三个门 就被定认为多门式冰箱 它都是对门式和双门冰箱的结合 这种冰箱基本上可以满足所有的家庭需要 跟食物都变成有自己的专属位置 它上面有两个可以向外打开的冰箱门 而下层就是急洞柜 超阔的层架可以存放一些大的盒和披萨盒 通常五人华以上的家庭就可以用得其所 第五种的对门式冰箱 外表上来说就是一道对门 左右两边都可以开的 通常就具备了较新泳的功能 例如外置泥水器 饮水机 制冰机 真空保鲜室 温度感应冷藏区 通通都有 在以上这么多款冰箱当中 最多功能和容量空间是最大的 如果你需要一个大容量的冰箱 又需要大容量的食物存放 家里是过千尺单位的话 这款冰箱相信就很适合你了 第六种的特色冰箱 外表上有名你叫 是最特别 最有特色的冰箱 通常都会跟不同的潮流牌子合作 不少公司都会摆放的 是一种身份象征来的 它的外形这么独特 如果你有的话 相信朋友来到你家 都会忍不住跟它打卡 第七种就是冷冻櫃 通常里面是有急冻室 在之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都有很多客人买回家 用来冰一个星期的肉和菜 就无需经常进出街市了 可以一次过买多一点 最后给你一个购买冰箱的小提示 给你参考 最后希望这条影片 可以帮你了解到 七大冰箱的种类 在你下次选冰箱的时候 就更加得心认手 记得点赞和订阅BBE的YouTube频道 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是亲临闻事 或者WhatsApp查询我们也可以 有什么影片想我们拍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